那麼大的公園平坦遼闊 沒有任何郵具或體健設施 僅有一座良亭與遺址遮雨棚 西門遺址公園大到沒有人來使用 一些什麼古蹟就是城堡這樣而已 就沒有說什麼會吸引人家 就是沒有一些運動器材 西門遺址原為眷村 民國103年眷村拆遷時 發現西門城門和城牆地下遺構 後由高雄市政府公告納入國定古蹟 距離開闢城公園已有多年 七公頃的土地沒有公測與任何休閒設施 里長期望活化土地 讓公園歡迎民眾前來 可以放一些釣竿 還是走路那種滑板機 還有仰臥起座那些 我們之前去屏東那個公園 它的特色很好 小孩的話坐著溜滑梯 都很有特色 是不是能夠規劃一個比較好的一個 人型的一個部分 那當然廁所的部分 如果儘快能夠有規劃當然是最好 我想這個都是一些問題 那文化局這邊甚至也回覆到說 好像我們這一塊 應該算七點多公頃裡面 好像有保留一些 可能未來是不是有養公處 由公務局養公處這邊來開發 它可能具備一些功能性 比如說可能親子來的話 可能有一些郵具啊 它可以有一些活動的空間 西門遺址被列為國定古蹟後 歸文化部管理 高雄市議員陳梅娟認為真正的遺址 直佔部分 大部分還是閒置空間 呼籲市府爭取使用 加會市民 很多的建設來自於大家共同的努力 市政府也不能一直說 那是軍方的土地 然後又是文化部的監管 就沒有作為 所以我在議會質詢的時候一直要求 那市長也正式在議會回覆我說 會的 他們會有這樣的一個設施在 有增設給社區來活化使用 可是問題到目前為止 我都沒看到任何的進展 所以我們也在繼續的 持續的來Push這些事 公園雖大 若沒有便利民眾使用的設施 也只能淪為空地 感受不到政府任何美意 記者李嘉隆 佩山 高雄報導 記者 腽了